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 万箭齐发 骑士雄伟 场面震撼 但是负责管理的陆军六军团 两腰炮纸部火箭营 却传出营部办公室内的 一部电脑主机失踪 让人担心可能引发飞弹射控 等国安机密外泄 民众听到也很傻眼 很傻眼 对啊 那如果这么容易就被偷 现在的规范也就是只有这样而已 对啊 就是做错样子而已 初不了解疑似是部队内部人员 针对性的侠缘报复 尽管陆军第六军团指挥部 跳出来澄清 实际电脑主机只用在一般行政用途 没有泄密疑虑 目前已经成立专案小组清查 由桃园宪兵队侦办 但就算是行政电脑 军方内部资料若不胜外泄 后果人不堪设想 陆军第六军团两腰炮纸部 是台湾北部重要的火力支援 以及野战防空部队 没想到本应世界被森严的火箭营 竟然发生电脑主机 凭空消失的夸张事件 2018年才发生雷霆2000多管火箭车的发射系统定位 定向器不知去向 经过四年调查都没有结果 如今又发生电脑失窃 让人质疑国军内部的螺丝 是不是又松了 记者刘志展张志来桃园报道 今天要推荐给大家 使用我们这台旺旺水神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机 好 这一台呢 其实非常适合 不论你是日常家庭使用 又或者是你家里头是 开门做生意的有很多防疫需求的话 都非常的适合